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没有压迫感 就一出场直接就走不着 三音站吕布 刘关张站吕布 他这个就几个人的这种配合特别关键 阿姨 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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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地戏你看和我们的这个前句 一文一五 这个反差很大 为什么我觉得蛮当内的CP呢 就依依阳未知道嘛 所以我们看《非遗名录》里头 有大量的这个戏曲文化 其实是戏曲文化一者很接地气 它和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 是息息相关的 第二个它在传承的过程中 经过历史的沧桑的这种酝酿 它就不断地雅化 也有雅化的过程 所以戏曲文化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 叫大鼠大雅 所以地戏是它在地上 我们在地上面 对 这样子俯中 他就看着这个脸子就特别的灵活 体现着这个人物就许许的生动 你还居高领向的时候看是不是 他就说一息息 哇 这样 是不是 出现了 他是一个非常热衷于 把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这种想法表达给大家的 我能感觉到他特别喜欢自己 正在从事的这一门事业 调过去 还有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先人的指挥啊 真是指挥 他们是从六百年一直传承到至今 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我看他眼睛他不眨 但是他动起来的时候就是有神就是很吓人 我是被吓了 不弄自卑就是 这个脸子哈 脸子 它是眼中不眼尖的 而且它和京剧不一样的 这个白脸应该是很帅的武生 对吧 老师 你如果是讲抖头了呢 抖头了 我跟你讲 我们京剧的脸谱哈 就是从这个六百年的底细演绎过来的 对对对 而草语先生哈 就被他定为中规习记的 活化史 活化史 真的是